大家好,欢迎回到来《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0年10月31日星期六的早上时间 今节继续由何去楼山 还有小波罗纽西兰的伊德台洋 大家好 加拿大加镇生 各位网友好 马来西亚的大马sir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记住赞我们这段影片,在楼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曝曬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节我们回来讲讲老萧,萧若元 我和他这么近那么远 在同一个岛上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刹身而过 今节我们回来讲讲他,挺搞笑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媒体看到他和沉旭辉博士 沉了下去,往下沉 一起做了一个短短的访问 一个清谈式的对话 沉旭辉就好像访问老萧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老萧就移居了去台湾 那时候他说出来的感觉好像很被动 哎呀,其实都是萧太太说要移民 其实我都是跟着他 谁知道跟着跟着我就变成要移民 现在又封关了,又回不了 港区国安法立法之后 哎呀,糟了,这次我就要流浪天涯 现在看到更夸张 我看到一些媒体的标题 他说自己等于流亡没有什么分别 我猜他自己没有命回香港 我看到他这样说 有些媒体的标题这样写 没有命回香港 我们要这样看 要解封了 其实都可以说 不会耐得那么紧要 那你就怕自己 是不是已经差不多呢 觉得哎呀,差不多了 有忍责 捱不到开关了 那些没名 捱不到阿萧太太坐完移民监了 要补充一下 移民监又不是绝对不准你离开的 因为他老蕭 他现在说的 就是说他拿了个叫做居留证 居留证,其实一年里面 一年,整整一年里面 你可以有三十天 是 就离开 就是加起来 你十二天或者多少,二十多天加起来 就能离开台湾 去哪里都行 但你加起来就不可以超过 哦 他其实还有时间的 如果真的解封了 它飛了回來香港 又回去了都可以 不會那麼誇張的 它自己說的 又不要用移民監 這麼誇張來講 我們繼續說一下老少 所以我聽到 哇 怎麼回事 你覺得自己差不多 還找到陳旭輝做一個清談式節目 好像想說一些什麼後事給大家聽 其實也很感傷 雖然它做過什麼都好 始終都是不老的傳奇 我們不希望它是這樣的 希望它有機會回香港這片土地 他說他自己不老而已 他說自己不老 他自己很多樓 何來不老 很多層樓 買了一層給女兒 一方面說香港樓市不行 一方面說買多層樓給女兒 買樓買樓原來他是大好友 還有他太太那一層就不用做蟹 有錢賺就鬆綁 如果轉回台幣 哇 很好用的 哦 這樣就厲害了 真的厲害了 聽見到 哇 我的眼睛一燈一燈 他說自己 猜他只要沒命回香港 又說浪跡天涯又怎樣 他把自己的比喻為流亡 我覺得這個說法相當離譜 為什麼呢 你明明就是用這個投資移民的方式 做移民的 也都跟足手續 生活呢 也都是衣食無憂 你跟那些什麼叫流亡相比 有五個啊 還是怎樣的 不知道去高雄上了水 現在其實連名字都不知道 有影都沒有 又不知道怎麼辦 這麼慘 嚴田十二 是啊 這些真是流亡 都不知是流眼淚 都不知去了哪 有很多真是流亡那個叫做 那個什麼啊 那時候魚蛋那個 那個呢 那個女孩子 這些都是黑市居民 這些是非法 流亡 那個什麼 林榮基那時候 林榮基那時候都未算 他自稱叫流亡 假裝好像很慘 你明明是移民的 你說自己是流亡 你有沒有過不過去啊 是吧 跟足手續做事的啊 還可以教人移民 還正正當當 開生意 這個流亡 是啊 那他拍一段 我悲傷而已 我是替真正的移民 我是替真正流亡那些人悲傷 喂 老蕭 你這樣都叫流亡 那我叫什麼啊 那我不是地底泥 不用做啊 你想一下 你拿著 你可能都 加上你賺 可能有過億台幣在手了 你有過億台幣在手了 你都說自己叫流亡 哇 那我怎麼樣 你這個富貴流亡 我賤民啊 是吧 香港那邊也沒有說要告他什麼 要抓他 沒的 要留什麼 富貴流亡 流民那個流就有 還有啦 他不是說自己叫什麼亡命天涯 流浪天涯啊 又說什麼擔心香港被人抓 喂 如果是 你管他都是在台灣 沒有人管他 風流快活 還有講一下 有些要喝喝吃吃 還是怎樣 那要講一下 如果你真的這麼重罪啊 或者真的有些什麼嫌疑啊 你一早就好像那個什麼 羅冠聰那樣啦 已經通緝了你啦 沒有通緝你啊 流亡 要流亡嗎 還要等到你回來才抓你 走鬼了去英國啦 大軍司司馬夷啦 做英國大軍司啦 是吧 真是 欸 嘉賓先生 你這樣說就對了 他不是大軍司那麼簡單 他是流亡首相 啊 啊 你真的小心點啊 你這樣說話到時候 你記得啊 現在他插 羅冠聰插了一枝旗 到加拿大那裡的啊 看不看啊 就是啊 加拿大那方面 要整個救生艇 還說 加拿大政府哪不夠硬正啊 要聯合一起去維中啊 是啊 喂 阿柱都都聽他說啊 剛剛說的 今天 未來三年啊 會收留整個 一百萬二十萬 一百二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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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正當的啊 我們說回 就是難民資格也都增加了 說開心死他們 嗯 那好吧 我們說回老蕭呢 原來他現在每天呢 要拍七條片呢 就評論這個時政 那麼兩年之後 就才淡出啦 但是他之前呢 不是說已經退休了嗎 他說過很多次了 答不出 是不是啊 就是由蕭王子說 我收拾了 我收拾了什麼了 我收拾了個香港人網 然後就說 又開回迷米 開完迷米 到最後就說 我又不要迷米 我退休了 那退休了 退到現在 是不是 就是假裝了好像很不捨得啊 還是怎樣 我看到就 他 訪問他那裡 有些地方呢 又說什麼流亡 都挺搞笑的 又說自己呢 什麼 決定 就是又說這個香港呢 如果不是香港有這個 那麼決定性的改變呢 他不會再回香港的 所以就說自己沒命回來 又說了 國安法底下 沒有人知道 那個紅線放在哪裡的啊 黃之鋒都沒有被拘捕 但是快必呢 已經被拘捕了 那究竟為什麼呢 為什麼啊 你有沒有看新聞的啊 又說了原因的啊 為什麼 你拍片的時候說什麼的 雖然我沒有看 你應該在這裡談論一下 你有沒有說一下快必被拘捕 他是不是已經和快必 一笑吻恩仇了 那時候好像還擁抱的 擁抱完之後 大家互相鬥鬧 是很有趣的 他搞什麼鬼 就是有點像耶穌那些 十二門徒那個 最後的晚餐 那些 原來桌上有把刀 好像不是桌上 原來有把刀在那裡 不是 擁抱他 是出賣他 最後晚餐完之後 那個猶大是 帶著羅馬兵走到去 然後抱一抱耶穌 我抱那個是耶穌了 那麼耶穌就哭著 你還抱我來出賣我 那是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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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是小孩的很難人信 因為你經常說 哎呀 我拍過電影 我拍過片 我知道這個是假的 還是怎樣 但是到時候是真的 真的假的 你都不會分的 難怪你中了快必這件事 是吧 那我們說回 為什麼黃之鋒 都未被人拘捕 但是快必被人拘捕 就是你學黃之鋒 你看著黃之鋒怎樣做 就知道紅線在哪 如果你們是那些黃友 黃之鋒只要他講那些東西 你看他講話 或者看他做的事情 就知道為什麼他不被人拘捕 他從楊節就去登高避瘟疫 大家都知道 他們那些人網上發起集會 搞遊行 黃之鋒 當成瘟疫 馬上去山頂放狗 這樣學起來 那你就聰明了 快必 你看 黃之鋒 還搞健康講座 在街上喊 你當然是被人拘捕 這些基本的常識都沒有 抵拉 坐得開心些 然後老蕭又說 哎呀移居了去台灣之後 後來剛才不是說去賣樓那裡的 這個很假的 他形容賣樓就覺得慘到不得了 就說自己花了很多心機 在這個裝修預所那方面 就打算住過小的 喂 那你現在都可以 你現在可能住得更好 你還要再裝修 叫手足來幫你裝修 好嗎 這麼厲害 這麼慘 覺得那些什麼黃人 還是怎樣 哎呀年輕人都很可憐 還是怎樣 這麼可憐 其實應該老蕭這麼有錢 在台灣搞回檔 什麼 吃到肚子痛 叫什麼餐廳 時代 時代冰室 再在台灣開回檔都可以 台灣開餐廳呢 台灣開餐廳就有些風險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 有人送雞屎來 是不是 哈哈哈 其實是 哦 cry 蛤 是呀,还在上市 然后问他会不会在台湾再创一番事业,还是怎样 他说算了,两年之后都没有精力网上,每天拍片就评论时事 其实每天拍七条片都挺累挺辛苦的 他有没有带着一些助手一起去所谓的流亡 流亡这么富贵的住大屋,去哪里玩,去基隆 大马尔好像看到他,这么开心的 我第一次看到他流亡都去基隆,去那里玩 第一次听,我也没有那么多闲情日志,去那么多地方玩 他退休的了嘛,他自己都经常说退休消息了,早那一轮 一流亡,看来还清闲过不是流亡的人 是啊 然后说到自己很被动,太太就要求他申请居留证 想着太太移民,他医亲的 移民了才到他医亲,即使太太拿到台湾身份证之后呢 他说这个呢,我老公我要带他来,即使他本来想着 和萧太太分开两地先的 谁知道他就说因为那个废19个问题啦 所以就趕快飞过去 我看到他和沉旭辉那个报那个访问 挺好笑的啊,有个位置 他搞到自己整段事情,好像移民广告那些 啊,台湾那里怎么样啊,那个医疗制度那里怎么样啊,挺好啊 因为医疗制度的齐全 喂,别说这些啦,老少,你大把钱 你去养和都OK啦,你有什么投人生性 是不是呀,山顶医院都OK啦 是不是呀 有钱去哪里都可以的啦 是啊,你看看新加坡啊,那些医院那些多厉害,是不是 喂,到处都可以啦,一定要飞过来啦 是不是呀 退休就退休啦 或者可能自己 他们自己都可能觉得,哇,香港这么乱啊 那些东西都打到烂了,都不方便去逛街啦,是不是呀 稍后被人,你知道啦,萧太也认得的嘛 有人看到,哦,喂,萧太 啊,你和我们一起 可能稍后萧太在金钟的PP那里,那个地底的超市 就是李减除那个,很美的超市买菜的时候 看到,喂,萧太,快点过来啦 帮两个烈士一起搞悼念啦,快点啦 哎呀,死了,打算来买菜,被人扯了 拔了过去,哎呀 要扮哭啊,什么样的啊 哎呀,萧生还在车里等我,麻烦啦 其实老少都避开了很多这些 这样的,无谓的叫做,做戏啊,是不是呀 老少都很聪明的 没有死错人的,他自己就真的是 神经病都是这样的 他最顶担那次就去了那个 救命保护山里吃东西啦 他不会医生犯险的,傻啦 当然啦,我身胶肉贵,退休的啦 不过,不过为了个儿子才出来再作逢腐而已,是不是呀 他这段时间还没有对那些黑暴呢,说些什么 其实我最讨厌的时候,就是他常常为那些黑暴呢 就是说哭哭哭哭啊,又说很悲哀啊 就是看到那个香港社会这样呢 就是说到那帮人好像没错,是被逼那些这样 哎呀,我听到,我都逼着要走啦,流浪天涯啦 你们都很惨啊,还是怎样啊 啊,这样都可以的,有没有搞错啊 我们也要再重申啦 他是合法,正正当当地移民的喔 他现在呢,他要,这个位置要讲一下喔 他一再搞这些移民生意呢,其实困难了很多喔 现在那个成本啊,还有那个时间啊 要那个时期呢,大了很多啊 全部都大了这么多,其实他都挺难做的 可能算了,做不到这些方面的移民生意 可能做的啊,移民生意 始终因为最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英国这个BNO政策啊 对啊,倚天剑 真的是倚天剑来啦,就弄死了 弄死了,弄死了那些移民公众戒 哇,你根本就是大便宜 一张BNO国籍大便宜一样 都不用再问你借钱啊 就是如果你说要,这个不是那个签证那里呢 好像几千银都已经,港字已经搞定了嘛 几千银都要问你们三环财务借的 那就死了,留在香港那个啦 他之前就有一条好计的 那么移民台湾呢,你不够钱不要紧要 他是借钱给你,跟着又说 要做工作的,做生意的 他又帮你搭好个棚给你 好像听上来好像很笨那样,但是万一的话 你盘生意做得不好 又或者是欠落收身债 又没有工作还不到的话 那时候你更弊异 是啊 就是比个体系统绑住一样 而且他说得太大声,这份东西他说得太大声 好像是被台湾方面知道了 他会怎样做,是吧 结果就改了一些例子 其实都麻烦的,这个位置可以补充一点 所谓的就是借这笔钱给你也可以吗 你可以说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他要看到你的户口要有六百万台币 他也没有说这笔钱要放在你的户口 要有超过半年 你只不过是调了过去 因为我认识一些人是这样的 他家人可能借着这笔钱给他 放在银行户口 接着他就要拿这笔钱 汇过去台湾 去开公司 就要把这六百万 放进去公司户口 我开了户口之后 我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不可以 你这样拿 你准备坐牢 准备被告就可以了 因为税务局看得很紧的 每个都这样撥回了 马上抽空户口就可以了 那当然不可以了 他就算你买东西 去用钱 他都会问你的 你不可以说 我买一张机票 然后去日本 然后吃飲饭吃铁 不行 这个都不行 他会问你 那你去做什么 数目查到你 那你就死了 即使变相老蕭 如果真的 你问老蕭借的话 你那笔钱 你借完 你要放在户口 即是基本盘 你要放一年多两年 那里的利息究竟是怎样呢 还有你做那个生意 他那时候就说 不用怕 欣先生 就是经常被人抹黑我们 说我和我们这个人有关系 欣申说 他会帮你follow生意的了 还是怎样 现在生意的问题最大就是 以前你就可以不用叫做 请员工的 但是现在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 蕭若元这些有份 炒我当你 做为规矩 是啊 就是有份 就这么高调出来 整个package教你 如何借给你 还是怎样的 你觉得 台湾知道 哇 原来有一帮人 那笔钱是借回来的 做些这样的事的 哦 打算一年之后 退回去 全身而退 哦 现在改了 基本上你要请 两个台湾人做员工 还要请足三年 是啊 那些钱是真真正正的 给一些台湾人 他真是当台湾好 没人懂得听 广东话一样 他还可以这样 在网上大摇大摆 这样讲 讲这些 屎招出来 做生意啦 银食而已 你自然被人盯上 就很正常啦 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他令到 往后想 容易一些 去申请 因为不是每个投资员民 都想着自己要搞一盘生意 又要请两个 台湾人 可能自己想着 小小的 买一下拉面 买一下 买一下 滷肉饭 那样 不两碗 这样就收工了 不是啊 一变上 你一定要硬食 请两个人 请足三年 你算一算数就知道了 你只在那里 起码 你最加码 一定要开一个 招呼两个员工三年 你那里已经不见了 可能成两百万以上的了 等你这条 等你这条 没得 没得做 大家明白 这个意思 就是 哇 糟了 你问得老超 借这一笔的话 即是你没有钱啦 但是你已经是 吐了一大笔 吐了一半去 那你来到之后 你还没有钱还呢 你怎样有能力 有钱还呢 老超都不敢借给你啦 是吧 那道理就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 你见他都少了 说要帮人搞这些 什么借钱 他都知道 没有肉食的啦 这堂这堂东西 他自己有肉食 他自己 他吃烧肉都可以 现在 是不是呢 那好吧 我们今节呢 讲到这里先 见到他这些 又在扮流亡 又说怎么样 我真的见到都 很愤怒 演技大爆发 是啊 他这场戏 就是说自己 什么没命回香港 应该没命回香港 这些呢 一定是做戏的 是不是 这个是说笑的 是不是做戏呢 就是要问他自己心里面才知道 怎么也好 我们要记住了 如果真的想移居的地方 就要正正当当的 或者买楼的方面 都要小心一点 是不是 是啊 那好了 多谢大家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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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